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10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和大家聊两个新闻 先说习近平 10月12号 习近平开始了他的这次南巡之旅 第一站先到了潮州 很多人看着习近平在潮州的大街上和一帮群众演员在那做秀 都感到非常的好笑 非常的欢乐 但是也有有心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潮州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 那为什么习一尊非要跑到那里去转一圈呢 答案其实非常的明确 因为潮州是中共海军陆战队总部 是他的司令部的主地 习近平到了潮州 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 到大街上和那帮群众演员在这欢乐 他巡视的第一站 就是那个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 在讲话的时候 习近平说得非常的直白 习近平指出 要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 放在备战打仗上 要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 习近平强调海军陆战队那是两 精锐的作战力量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海外利益方面肩负重要的职责 为了能够全面的控制军队 习近平还特别的强调 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保军队是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所以很多朋友一直质疑 说到解放军这怎么变成了党卫军呢 大家看习近平他就对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说到这支中共海军陆战队从他诞生那天起 他的主要的使命 就是在所谓解放台湾的时候 实施登岛作战 因此习近平此行被认为有极强的指向性 最近的有一个说法 说中共的有可能利用美国大选的这段时间的混乱 趁机对台湾 实施闪电战 习近平这次南巡的主要目的地 那是深圳 结果特别提前拐弯到了趟潮州 那是单纯的警示台湾和美军 还是真的要整军备战准备动手呢 总之 这才是习近平特意跑了趟潮州的 主要的目的 这两天的蔡英文好像是接到了这个信号 这两天看新闻 蔡英文是天天下基层跑军营 言辞上的是谨小慎微 滴水不漏 不给中共以任何的口实 台湾最近是非常的谨慎 加上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正在快马加鞭的赶进度 我想这些消息凑在一起反而说明现在台海的形势 其实是非常的凶险 说说这次习近平南巡的主要的目的 这一次呢这位一尊南巡的主要目的就是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 并且在这个大会上他要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 几个小时前 我硬着头皮耐着性子 总算是坚持听完了他的讲话 他说话也很慢 特别是今天感到呢说话有一点有气无力 听完了他的这个讲话给我的印象就是 加深了我对深圳的未来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绝望 习近平呢这次来深圳 重点强调的就是要深化改革开放 按说这话听起来和以前的领导人没什么区别 这个转向灯向右打 好像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以前呢在节目里给大家讲 说到改革开放 这四个字里面的逻辑关系是 必须是改革在先 你自己必须先改革 才能形成对内对外的开放 你像在毛泽东时代 你就是说开放 那也是没人敢信 没人敢来的 现在金正恩那时候他开放了 你敢去吗 但是说到改革 说到改 这可并不是一说说到改就好 这里边还要看你朝哪个方向改 如果你向着现代化国家的方向改 这国家当然他就发展 你开放那大家全都来 那如果你要向着北朝鲜的方向改 现在毛时代的方向改 我想你就是再喊开放 那也没用 看现在习近平的方向 他是要继续沿着邓小平的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吗 听他通篇的讲话 只有在开头介绍这个特区历史 的时候 当时不得已 提了邓小平一次 之后 全篇的讲 话是再也没提 在上次南巡的时候 也就是上次在2018年 10月的时候 当时也搞了好几天在这 习近平全程是只字不提邓小平 在深圳期间甚至避开了那个 最具有标志性的改革开放纪念馆 当时邓小平那个著名的画像 也被移除 在这次的讲话中 当年邓小平建立特区 搞活经济的那个所谓 所以邓小平理论完全就没有被提及 所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说的坚持改革指的是什么 是习近平所主导的改革 和邓小平当年的那个改革 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从这几年的方向看 习近平他根本就不认同 甚至彻底否定了邓小平的那套 改革的理论 那习近平到底要怎么做呢 他拿出来的新改革方案是什么呢 在习近平南巡开始的时候 中共那就公布了一个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到2025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名字 这已经不是特区了 过去叫经济特区 特别什么试验区特别示范区 现在叫先行示范区 简称 先区 这个习近平的改革方案加起来总共是10条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标题 具体内容就不说了 第1条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 这一条呢形同虚设 基本就是自吹自擂 先行示范区就是好 就是这个意思 第2条 赋予了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的自主权 第3条支持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 我看了一下内容 基本呢就是农地改成建设用地 以前呢要国家 部门批 现在呢以后市政府自己都可以批地 第4条呢叫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 一开始我一看我还以为要试点取消那个户籍制 但我仔细一看 只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什么呢 那就是调整完善它那个积分落户制度 好像在深圳呢有一个积分制度 主要说的是这个 第5呢是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示 重点来了啊 那叫资本市场说啥呢 那就是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的封闭试点测试 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 最新消息深圳的罗湖区已经开始试点了 另外呢整个深圳的党政什么公务员啊机关人员 全部都已经拿数字开始发工资了 第6呢那就是加快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的相关制度 第7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第8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特区立法 第9扩大金融业航运业等对外开放 第10营造改革气氛 弘扬特区精神 继续是大胆的闯大胆的试 在这一条里呢有几句话写的特别有意思 这里边讲 要大胆提拔使用 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干部 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干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建立健全一个容错纠错机制 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和错误 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的分析 该容的就大胆容 不该容的坚决不容 请问您这标准是什么呀 谁敢碰这个东西 谁知道哪个是你容哪个是你坚决不容的呀 下边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所谓刚才说的这十条习式的改革 和邓氏改革的区别 我想这里边最大的区别就是 说到当年的邓氏改革 那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一个改革 政府要做的就是放权让利 释放一部分的生产资料 让老百姓自己自由发挥 让资本自由发挥 政府你就是减政放权 你就跟着搞好服务就是了 就跟当年的包产道户一样 你只要把地分给农民 至于人家种什么怎么种这里边不用你管 结果全国的粮食在那一阵他就够吃了 深圳当初就是邓小平在所谓的共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种的一块资本主义的试验田 当时画了那么一个圈 在里边罩着旁边的香港 随便的折腾 这圈是邓小平画的 但后来冒出来的这个深圳 这可不是邓小平当初设计出来的 而是由资本自由发展起来的一个结果 而说到上边说的这十条习式改革 这十条 条条都是说给政府的 都是政府要如何怎样 好叫这个深圳市政府他只要做到刚才说的这些 一个新的深圳就会从天而降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典型的政府行为 说穿了这实质上 就是计划经济 大家看这十条里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最重要的 最关心的一条那就是保障法治 保障公民财产 保证资本家的财产不受侵犯 保证企业小业主们的权益不受到政府的侵犯 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结果这习一尊是只字不提 说了一大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基本这就是忽悠你 请军入瓮的老套的把戏 说到当年深圳特区的这个特字这个特别之处 实际上就是不按中共的这套干 完全那是背靠香港抄袭香港 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深圳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而不是中共领导设计出来的领导出来的 这里边才有了他当年的辉煌 而作为当年的缔造者之一的习仲勋先生的儿子 习近平实在是对不起他自己的父亲 那有朋友一定问了那难道计划经济就搞不出东西来吗 答案是非常明确 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证明 从上而下的宏观设计 你成功不了 像以前周恩来那时候 搞了多少个五年规划 拿出那些东西来你当时听着 哪个听的都是偷偷是道天花乱坠 哪个都能自圆其说 包括一尊最近搞的那个十四五规划 但这个东西他不依你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他只遵从市场规律 简单的说吧他听小业主了 他就不听你习近平的 说到习近平上台到今天 他已经在中国已经搞了21个自贸区了 什么叫自贸区呀 他的全名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但是在这个自贸区里边他没自由 连互联网都被全部的封锁监控 其他的所谓的那些经济政策也都大打折扣 到现在所谓的这21个经济自贸区吧 没有一个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所谓的试验区其实就是全部都失败 你像当初2013年的时候搞了个上海自贸区 当时人听到信以后那都疯了 人们当时砸大钱疯狂的圈那的房地产 最后怎么样 遮挤沉沙都赔了大钱 从那以后以后再搞什么新的自贸区 却就没人上当 没人相信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的主要内容 都是习式改革 都是政府操控 政府设计 都是计划经济 可资本和市场规律他就不听你这一套 习近平呢还一心想让这个深圳来取代香港 有可能吗 我看到有学者给总结过 说到当年香港的成功 主要呢有这么三个特质 第一 有香港英国治理时期留下的那个普通法 有独立的司法制度 有法制 第二个特质呢那就是香港有那种言论自由 言论各方面表达的自由 他有一个基本自由的空间 第三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企业 他肯帮衬香港 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大家在那儿都有大的经济利益 说这三条就是香港自1842年开始 慢慢形成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所 必须含有的三大特质 说到一个金融中心那不是你中共说那咱们弄一个担答就是的 这东西不是从天掉下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是一点一点慢慢的积累过来的 所以这三条 一有法治 第二有自由 第三 西方的资本认可 这三大特质是缺一不可 请问你这个深圳你具备哪条 说到深圳当年其实就是因为靠近香港 作为香港资本的一个出口和延伸才逐渐的繁荣起来 没有香港根本也就没有这段所谓春天的故事 别的还有特区呢 那为什么别的特区都表现一般 只有深圳做大做强了 现在呢习近平已经腊手催花腊手催掉了香港 已经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特区意义的深圳 作为一个无本之墓 他的未来只能会渐渐的萧条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早就死了 现在所谓的习式改革 正在一步步的摧毁中国这40年的改革的努力 重回计划经济的帝国时代 告别这种小市民市的市场改革 这就是习式改革的核心 说完这条呢咱们再说下一条新闻 说到昨天 日本的有一家媒体叫富士晚报 报道了一条轰动性的消息 他那个记者的名字叫加贺孝英 这还是他的独家报道 他说呢据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表示 说川普正在考虑造访台湾 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 并且推翻以前中国的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方面的论述 到时候呢也有可能由副总统彭斯或者是国务卿蓬佩奥作为代表 现在欧盟和盟国已经普遍同意 美国的行动 他那个日文的名字呢念成中国字呢叫西刊富士 实际上就是富士晚报的意思 富士晚报呢他有一个网站 到那个网站上啊就能看到 加贺的这条新闻啊这就是上面所有的翻译的内容 我想这条消息呢很多的海外中文媒体都做了转载 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很兴奋呢 但是在搞清这条新闻的真假之前 孤证不成立嘛 就是那个孤证咱们也得要论证一下 咱们先说说这家 富士晚报的来历 这家富士晚报呢是日本的媒体集团厂经新闻社旗下的一家晚报 他平时是干什么的呢 平时他就是以八卦故事为主业的 我看了一下日本 那儿有很多华人嘛 对这家媒体的一些评价 连英国的那份太阳报都不如啊就是这么一个小报这么一个八卦报纸 经常报道一些令人震惊的一些不着调的消息 事后证明呢没这么回事他是既不说明也不道歉 所以说呢如果搞清楚说这话的人是谁 那我们对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现在就要画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现在看呢离美国大选还有20天的时间 川普现在是每天争分夺秒 他有时间花上一两天两三天的功夫大老远飞到台湾去转一圈去吗 而且 现在的台湾问题台海问题 是目前选战的主要的议题吗 现在得那就是台湾海出事了 如果那打起来了擦枪走火了 那就能让美国人群情激愤 全力支持川普跟中共开战吗 所以我不认为这条消息是真实的 因为时间 太晚 你要说这件事在一两个月前 本来是有这个机会和可能的 但是现在来不及了 因为一件事呢从他的开始 到发酵 直到最后达到废点 这是需要时间 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如果川普突然从那个大局里跳出来 跑到万里之外的台海在那搞事情的话 我认为他严重偏离了主战场 这算是节外生枝吧 我想这对川普来说 对台湾来说 对美国来说 都不是好事 不过最近呢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可正在赶攻 路透社的报道 10月12号这天 有三项军售案 包括七大武器 整个当时呢完成了这三项军售案 由白宫转交到了国会来进行审议 结果前面的这个还没审批完 转天也就是在 昨天 白宫呢又转给了国会两个新的军售案 最新的这两款先进武器分别是MQ-9无人机 和波音公司生产的暗制鱼叉反舰飞弹 其中的这个MQ-9无人机这可了不得 这是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为美国空军 开发的一款大型的无人机 还没在海外卖过 第一个海外出售的 就是给了台湾 这种军售的速度和力度这在以前可是没有过的 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正在快速的武装印度和台湾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 我想呢从美国大选到新总统上任这段时间 是台海超高危险期 中共的现在是跃跃欲试蠢蠢欲动 如果这个时候 彭斯真的突然出现在台湾 我相信确实能够起到一个大的吓阻的作用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 很遗憾 这一步呢 它 不会出现 咱们留着这个悬念 万一它出现了这个最好 但是目前的理性判断 我认为在月底之前 它 不会出现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passar 咱们下期节目 一些 先 猎